我走 跟上明天时放生去 走 跟上明天时放生去 我走 跟上明天时放生去 我们把七难讲完了 而把七难的明目 可以把它总和起来 修灌 以七难来配合六四 火难就是火大 就是六大 那么火难就是火大 水难是水大 那么第三的楼山难 把这个难游的黑风 把风来做修灌的方式 那么第三是风难 风就是风大 那么第四的刀杖 跟第六的枷锁 它都是有枝的东西 跟地大相同的 所以收归地 地大 那么这样四大俱全 地 水 火 风 四大都有了 第五的恶鬼 跟地七的怨贼 这两样 可以把它拿来 表示 就是第六大的 四大 四 八十 人都有八十 用鬼跟贼来比试大 也可以 由此可以知道 人的鬼心鬼事很多 也难免有贼事 所以 《格言联兵》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说 无事实 借于偷自 人 总是偷心不死的 没有事的时候 他这个偷心还是在动啊 这个偷心不是一定要去偷人家的东心啊 所以你的内心啊 那个自私的念头就是偷 自私啊 只是为我自己 大家都为我让我多享受就好了 别人我不管 嗯 这个自私心就是啊 有一种啊 鬼心鬼事的作用啊 跟贼跟鬼都一样 贼也是夜行的东西啊 啊 他百天没有办法偷啊 就是都是在晚上 都是在黑暗中行的 鬼也是在暗夜中 所以目前我们凡夫的八十 嗯 动善念修善事的比较少 嗯 做呃 动善念 做坏事的机会比较多 嗯 所以 地上经里面说 凡夫之人 举足动步啊 无非是罪 一举一动都在造业 嗯 碰到修善法的时候啊 他懒得动啊 邪怠心一直生起来 麻麻糊糊 不肯认真啊 所以难免就会被人计风说 呃 一年两年啊 佛在眼前 三年四年佛就到半天了 五年六年佛就转四天了 就没佛了 哦 所以这个修行啊 往往是发生这种情况 所以古人说出嫁如初啊 成佛有余 假如一个出嫁人如果他能保持他的发心的初心 这样子继续下去 成佛五堂春呢 有余 五堂春 嗯 这显示这个初心啊 呃 这个发心究竟二不别啊 如是二心初心难 初发心最难 因为这个初发心的心能够强势保持下去 这个才难 啊 因为人往往都是漏水道心啊 太阳一晒就没了 呃 发心发的很坚强啊 一碰到逆境 这个道心就稳了 所以 你修行啊 很不容易 达成他的目标 啊 所以这个 鱼子 安罗花 菩萨初发心 三四因中多啊 其其结果少 啊 菩萨初发心 初发心很多啊 呃 在座诸位统统都是初发心菩萨 啊 呃 到的结果你成佛 就很少了 为什么少呢 因为好像鱼子一样 阿摩罗花一样啊 开花的时候 才长起来的时候 很多很多 能够下去继续下去 像释迦牟尼佛这个样子的 那真是少之又少了啊 以释迦牟尼佛同时发心的 不晓得有几千万 可是最后 也是释迦牟尼佛成佛呀 其他 像欧南同时发心的 呃 做释迦牟尼佛的适者 他还是个凡夫 呃 所以可见 这个修学佛法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呃 有人呐 吃三粒 五粒都要九十一天 呃 那么学了两天佛法 他就讲起来了 哇啦哇啦 呃 他也要当去法师来了 实际上啊 他懂得还太少 呃 懂得越多又不敢讲 呃 我从前呐 出学的时候 呃 出身牛犊啊 出身犊子 真是不畏服啊 呃 等到慢慢学的多了 觉得这样不对 那样不对 我从前呢都是不见得 呃 是正确 那么就是呃 讲起来啊 越是要细心了 那么因此这个呃 呃 七大呃 这个七种灾难 正好正好收到这个六大 那么六大呢 就说明我们这个人的一生呢 就是具备六大 人 人 人身就是具备六大 呃 全身的这个 有质的东西 骨头 肉 呃 这些有质的东西 都是地大 暖气 全身的火气 暖气 就是火大 呃 呃 全身的水分很多啊 呃 人呐 据说百分之六十度水分 所以有水大 浮袭 动转 这都是风大 呃 如果鼻子没有风 就要无腹挨摘 呃 呃 所以这是风大 风大虽然不多 分量很少 可是离不开它 如果没有它 就要上香 呃 所以 因此之故啊 风大 人人必定具备的 地水火风四大 都具备 那么这个人身 除掉这个四大之外 这个身体里面 是不是在痛痛啊 是不信心 有脚头啊呢 不是的 里面有空隙的 有空隙 假如没有空隙 那你吃东西怎么装下去啊 呃 假如没有空隙 它那些血脉啊 水分呢 怎么流动啊 所以这个身体必定有空大 有空大 呃 呃 地水火风空 五大都具备了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四大 是 知识 精神 呃 就是精神作用 前面的呃 地水火风 是物质方面 空 虽然没有形象 也还是物质方面 只有四才是精神 精神跟物质混合起来 混合起来 才成为这个人生 所以这个人生呢 你如果 小的修学佛法 去向无上菩提大道 努力进修三圣佛法 那就可以断烦 老了生死 超出世间 而成就佛国 呃 你又有了这个六大的身体呀 你不修行 不能免这个七难 呃 这个七难 实实难免的 地水火风四大 就指身体本身如果有一大不条啊 百一病生 而四大不条就四百四病生了 啊 所以这里 在其他的经文 呃 像这个华严精 呃 华严精的 善才同志五十三三 参道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呃 那一段文字啊 就有说到 可以呀 解脱众生的 这个病苦的灾难 不断的病苦乃至碰到这个流行病啊 这个 呃 种种的苦恼情况 有世间上 所有一切苦都能救 另外有一部经 叫做 呃 消复毒害 呃 关世音菩萨 消复毒害 陀罗米经 啊 那么就是 里面是说 救众生的病苦啊 尤其碰到这个传染病的时候 很严重啊 到处都是死亡的人 那么如果能够持念关世音菩萨 也能够消除这个病苦之难 所以 病苦的消除啊 有专门的经历在说明 所以这里 啊 虽然文字上没有 道理 可以看得出来的 而且有包含的 前面这个种难啊 种大的时候啊 就是把别打里面 啊 啊 没有说到的 通通包含在 总大里面 啊 还有后边的巨颂里面 观一妙之力 能救世间苦 就是总包含了 啊 那么凡是世间一切苦恼 它都能够使众生得到血脱 这文字上 七难里面 虽然没有说到病难 病难更是能够血脱 因为他另外有专门讲解救病苦的经文啊 尤其这个大悲信陀罗米经 也说到这个救病苦啊 啊 那么这个其他的还有各种经文啊 有关观世音菩萨的啊 差不多都有说到 所以这里虽然没有说 这包含在总大里面 也包含在后边的巨颂里面啊 所以别难 只说这个七种啊 在平常比较容易碰到的 那么一一提出来 加以说明啊 这是明清难 科班里面的明清难说完了 第二 解叹 啊 经文最后有总结 啊 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唯一的神通之力 啊 所以经文说 无尽义 观世音菩萨 摩佛萨 唯神之力 唯唯如诗 这就是解叹 总结上文 赞叹观世音菩萨的感应不可思议啊 因为 明清难的文字讲完了 这品经是以无尽义菩萨为当机 啊 所以佛对无尽义菩萨说 无尽义啊 观世音菩萨 是一位大菩萨 所以叫做摩佛萨 摩佛萨就是摩佛菩莎多 啊 就是大菩萨 摩佛就是大 啊 呃 呃 这个菩萨道的大 它有很多意义包含在里面 啊 例如说 巨大该 有大智 啊 修大法 明大礼 金大劫 正大国之类 啊 所以 都叫做大菩萨 啊 那么 初发心的菩萨 尚且称大菩萨 何况观世音菩萨 它是国地菩萨 观世音菩萨它已经称佛 叫做正法名如来 为了度众生的方便啊 视线以菩萨的身份 在啊 法界六道当中啊 做度化众生事业 视线菩萨的身份 啊 是导假慈行啊 那么大国行音菩萨 当然他的 为的神通之力啊 那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说 为神之力 为为如是 为为很高 很显明的意思 高显义啊 呃 显示这位菩萨的 为的神通之力啊 如上文所说 有广大高显的这个神通之力 呃 如是两个字指上文 有前面的 总答 到别答里面的欺难啊 啊 那么这位菩萨 他能够救度众生 使众生利苦得乐 有这么殊胜的意义 包含在里面 所以说 为为如是 这是赞叹啊 为为如是 指赞叹啊 菩萨有为的神通之力 啊 有这么殊胜 为为如是 赞叹菩萨 那么同时到这里就总结 明其难的文字 下面 第二 悦一夜即明英 一夜 在内心 啊 前面 几难的时候啊 注重在称明 称明 因为菩萨是寻生救苦 注重在慈明 啊 现在这里 你要断除贪嗔痴三毒的根本烦劳 注重在内心的用功 从异地下功夫 啊 从内心下功夫 所以叫做 月一夜即明英 啊 月一夜的众生的根基 就是由专念观世菩萨 祈求能够断除贪嗔痴的烦劳 啊 说明这个感应 文字里面也有两段 先明三毒 有算明立三毒的这个文字 然后解探啊 若有众生 多于隐喻 常念恭敬观世菩萨 便得离一 若多称辉 常念恭敬观世菩萨 便得离一声 若多于痴 常念恭敬观世菩萨 便得离一痴 这就是明三毒 说明立三毒的文字 吴敬义观世菩萨 有如是等大威神灵 多所饶役 这就是截探 一直到世故众生常念心念啊 这是截探 总结的文字里面一句 常念心念 这个要特别注意 要离三毒啊 要心理念观世菩萨 不是单口念而已 所谓心念就是内心学习 学习观世菩萨大慈悲心 没有菩萨的大慈悲心 贪生吃三毒是去不掉的 未了要去掉这个三毒 所以必定要常常内心成念 现在随着这个文字啊 来做解释 先断贪欲 要断除贪欲的根本烦恼 必定要修观音法明 若有众生 若是假定啊 假定世界上有类众生 在贪生吃三种根本烦恼当中 他的贪欲心最重 多欲隐欲 有一种书本写着多欲隐欲 一字用那个欲字 跟这个下面那个欲字相同的欲 多欲隐欲 那个欲字是错的 是错的 啊 我查对过 查这个大政杖 大政杖也是多欲隐欲 不是欲 啊 不是多欲隐欲 是多欲隐欲 啊 那么大政杖的角度啊 他是根据所有当时的藏经 把它角度出来的 啊 那么其他的藏经都没有写着多欲隐欲的 啊 从古以来所有的写经 法法经 湖门瓶的写经 也没有 啊 只有一种 啊 说是清朝初的 啊 全隆年间的写经啊 他写着多欲隐欲 啊 那个欲字是欲字 啊 不过我查对之后啊 这个字是错的 他写错了 写错了 应当改 啊 呃 所有的书门 凡是补门瓶 法法经 啊 这句话都是写作多欲隐欲 跟我们现在的经文相同的 就是天平法法经也是一样的 啊 呃 正法法经啊 他是三种联合起来的 不是分开来的 他是总合起来 呃 贪欲称慧于是 总合起来说的 没有一条一条分别 啊 那么因此啊 呃 这一句应当是多欲隐欲 啊 这是正确的啊 啊 这是说贪 我们众生所贪的 尤其我们人道众生所贪的 总不出五欲 五种欲乐 就是财 财 财 采 所以钱给他他就高兴了 因为知道钱可以买到东西 所以世间上没有人不贪财的 人未财死 人就是为了要赚钱 为了财 把生命丢掉的 要钱不要命的人 世间也不少 所以世间上的人 没有不贪财的 贪财的人 这种情况很普遍的 不过不要多 多是问题就大了 这个多就是对财的贪心特别大 所以世间有许多人 就是因为这个财 而把命丢掉了 有这么一个传说 据说唐朝的彭公 彭居士彭公 他是参参开悟的 在马祖道义禅士座下参参开悟 他自己参参开悟之后 他的家人 他的夫人 他的女儿 他的儿子 通通都参参开悟的 尤其他的女儿临照 物境更高的 那么据说彭公 他是很有钱的人 他家财很多 他开悟之后 他觉得这个财 是害人的东西 佛说是毒蛇 因此他想要把它丢掉 不要 审得以后麻烦 因为他有钱 家里有两个佣人 他叫他说 你把这个钱 把我这个金银七宝 把它拿到后边山上 把它买掉 把它买掉 这样是审麻烦了 叫这个工人 挑去买掉 正好两蛋 一个人挑一蛋 挑到后边山上 我要买 他没有想到 叫他挑 正是害他 这两个工人 挑到山上去 边挑两个 心里都坏鬼胎 都在想要 因为哪一个不要钱 他们辛辛苦苦 在旁家 做工人 还是为了赚钱 今天主人 把这个钱 不要这么一大蛋的 金银七宝 要丢掉 叫他挑到后边 山上去买 他又没有跟着去看 这正好机会 他们两个就打算 我们挑到山上 把它藏起来 我们挑回去 就不必来做工 不必那么辛苦 来做工 这一蛋财宝 我可以用好几次 后一辈的子孙 都可以接受享受 何必这样做工 好 两人挑到山上去 就准备好 大家做样子 你不做样子 万一主人来看 你埋在哪里 头都没挖开 人家不会相信 那么正在挖土的时候 两个人都在动脑筋 都在想 这个老家 第一个 他心里想 这两蛋金银 如果借我都好 不要借他 通通借我 那么怎么能够得到呢 我们想个办法 就跟他提议 老家就提议了 我们带了这么多的财宝 我们也当先庆祝一番 我们去买一些韭菜 在这间吃 吃饱了 然后 那么做样子买好了 我们就把这个挑回去 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们先庆祝一下 那么 老一 老二 一也是说 好 那就好啊 那你去买吧 家就去买韭菜了 他下餐去买韭菜的时候 他自己在山上看着这个金钱 他也同时挖那个洞洞 他心里也冻念了 这个洞洞给我多好啊 那么 为什么要给他呀 等到他回来 他弄韭菜要吃的时候啊 我们就 一锤把它打死 那就变成我的 心里也冻这个鬼胎 冻这个脑筋了 等到 这个老大去把 这个韭菜买回来 这个买韭菜的时候 他心里也想 这个给我就好了 何必给他呢 我就把它毒死 让他先吃 我买些毒药 放在酒里面 让他吃死了 就会变成我的 那么因此啊 这个买韭菜的 酒里面有毒 那么拿回来啊 他就把酒 等到这个 正在挖洞洞的老二 没看到的时候啊 偷偷把他的杯子上 就把这个毒药放进去 就把这个酒啊 这个啊 做满这个一杯 那么正在 弄韭菜的时候啊 那一个老二 就拿去搓头 对着他的头 一下子打下去 老江都打出来了 就无福挨在了 就把这个老大 打死了 那么两弹都是他的了 可是他们不知道 这个酒里面有毒啊 哎 你买来 正好我来喝 我来享受一份 他把这个酒一喝下去 又毒死了 两个都死掉了 都死悄悄了 两个都死掉了 这个金银也没买好啊 还白在那里 也没回去 这个彭公他想 哎 怎么这么久 还没回来啊 心里想 哎 不对啊 他是不是 为了这个钱啊 跳回家去 不来了 不来也没关系啊 总得去看看吧 他大后山一看了 两个都死掉了 一个是脑僵都打出来了 一个是毒死了 气孔流血了 又看到那些韭菜 才哦 知道他们原来如此啊 本来彼此都想毒的 结果都没有得到 都死掉了 这就是 佛说 金银是毒蛇 真是毒蛇呀 两个都被咬死了 佛在是看到这个 下雨之后山崩啊 出现这个黄金 他跟温南说 温南啊 毒蛇呀 你看到没有 温南也知道佛的意思 世尊啊 毒蛇呀 毒蛇呀 我也看到了 这个仲天的 哎 怎么有毒蛇呀 哎 佛大师大悲 他看到毒蛇 他不敢杀 来 我来杀他 他提着搓头 去看看 哦 原来是黄金白银哦 这么多的黄金白银 这些毒蛇 我愿意给他咬 不但是咬我 咬我的子子 孙孙 我都愿意 嗯 那么他就把这个服场啊 这个金银就挑回去了 那么印度的封锁啊 他的国家的法律 很严格 你得到服场 没有呃 没有告知国家 没有交给国库的话 就犯罪了 嗯 那么听到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他被抓了 抓到这个政府去 那么定罪了 呃 要杀头了 他就一边走 就一边说 世尊啊 毒蛇哟 哦 那 毒蛇哟 哎 这个建长官 你怎么说这个话呀 呦 我被毒蛇现在又咬死了嘛 我怎么不说呀 呵 所以这个金银都是毒蛇 可是大家都喜欢他咬耶 你哪个不喜欢啊 多多少少都有一点 哦 所以世间上没有不贪财的 贪财的故事多了 哦 呃 从前皇帝看到这个长江的 这个船很多来来往往 他问果师 他说这么多船 你看究竟有多少啊 果师说 只有两条船 能嫁娘了 两条是哪两条啊 他说一个是名船 一个是利船 啊 就是为名为利的船 船里面坐的都是为名为利的 上京要考试的 像做官 为名啊 送生意的未赚钱 为利 就是船虽然很多 不出名利两条船 啊 这不是名船 就是利船 所以世间上没有人不贪财的 呃 贪色 现在这里是越贪色讲 呃 就男女之色 多于隐喻 呃 贪名 三代之下 唯恐不好名 呃 哪个不要名啊 呃 呃 贪吃 也吃也是喜欢啊 呃 一个人 呃 在吃饭的时候 他总是这个筷子有 好像有神通啊 那好菜他往往就往那个地方 跑啊 呃 如果是咸菜瓜 呃 呃 那个筷子好像是怕鬼一样 他不敢去 呃 为什么那个不太好吃啊 或者是盐菜之类啊 呃 那么很咸又不好吃 或者是酸的 他不好吃 他不愿意去 那么筷子一直往这个好的菜那边跑 呃 小咕咪咪咪 一路 呃 一路 为他跑 呃 那么因此这个人 总是贪吃的 呃 好吃的东西 他总是要多吃一点 呃 这个人的习性总是如此 从前我在石头山啊 有个两个修苦行的 专敲东西 呃 到山底下敲东西 修苦行的 两个人的个性都不同 一个要钱 一个呃 一个要吃 呃 有一个要钱呢 你凡是托他买东西啊 你买一罐豆油 哈 如果剩下一毛钱 两毛钱 你就给他 呃 这样子他会很高兴 下次你再拜托他买东西 他会高兴的买 假如你这次找的钱 你都拿回去了 不给他 下次他就不帮你买了 他说我没赢了啦 呃 他就不听你买 他就要钱 他是不一定要多 找的钱给他就好 啊 你找的钱给他就好 十块 买八块 剩下两块给他 一百块 买了九十八块 九十九块 剩下一块给他 两块给他 这样他就很高兴 他就会给你买 要钱啊 还有一个要吃 呃 你给他钱 你找的钱 一毛他都不要 呃 几千金一万买 统统还你 但是他要吃 你给他东西吃啊 你这一百斤 叫他挑 他都愿意 如果他帮你挑一袋东西回来 你不给他东西吃 没有点心给他吃 以后撒尤拿了 不来了 呃 他不帮你忙了 呃 原因就是他要吃 所以众生的贪 也各有特别的情况 有人贪财 有人贪吃 也有人贪睡 财色名是睡 呃 尤其冬天都睡一会儿都好啊 呃 有钱难买成功高 哈哈 都好 呃 我从今天在山上的时候 呃 十几岁的小三明啊 跟我同班的 有一个真是会睡啊 他的睡的功夫就够大了 有意思是